大家好,現在要為各位介紹的是我們的中文遊戲 Dweebis Dweebis適合2到6人玩,8歲以上就可以玩囉 而且遊戲進行大約是20分鐘 Dweebis是一群很可愛的生物 他們有各自瘋狂喜愛的職業跟嗜好 而且他們頭髮不會多過三根 這個遊戲就是收集到最多的Dweebis的牌就獲勝 那如何收集呢?接下來是我們的遊戲玩法說明 遊戲開始時,我們把牌洗勻之後 每個玩家發給5張牌 遊戲進行方式是出一張,抽一張 像我先出一張牌,並說出 Dweebis的名字 空手到Dweebis補一張 第二個玩家出一張牌 叫Rocker Dweebis補一張牌 第三個玩家出的是 Number One Dweebis補給照一張牌 那我們在出牌的時候呢 只能是上下左右的擺放 而不能做斜對角的擺放 下一個玩家呢 出的是潛水夫Dweebis 記得是上下左右,所以他可能想要放這 什麼時候可以收牌呢? 當我出了這一張 空手到Dweebis 剛好是出現在這一行的兩端 我就可以把這些牌收起來 記得一定要是兩端 如果今天是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再出這一張 這一行是不能收牌的 因為他不是在兩端 所以我今天是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把這些牌收起來 補一張 換下一個玩家 下一個玩家 因為呢 我剛剛說的那些牌 必須把這兩個空位補滿 所以下一個玩家一定是出在這 或者是出在這 他是舉重Dweebis 然後補一張牌 在下一個玩家也是一樣 他還是需要補這邊 或者是這個位置 這是學生Dweebis 他選擇補在這好了 然後再補一張牌 下一個玩家才可以在任何的 上下左右做出牌的動作 當牌堆抽完的時候呢 我們就使用手中的牌出牌 而不抽牌 一直到我們手中牌都出完的時候 遊戲就結束 收集到最多張數的玩家則獲勝 那我們會留意到每一張牌 每一張堆比斯的牌呢 上面都會有點數 像Rocker Dweebis有三點 表示這一副牌裡面 Rocker Dweebis只有三張 那像這個學生Dweebis 表示這一副牌裡面 學生Dweebis只有一張 我們可以在遊戲盒的背面看到 在這遊戲當中 我們可以學到的是 霍燃綠 配對組合 以及策略思考 小小的遊戲 學習大大的思考 歡迎大家來體驗 躺到底在哪 搖長什麼 搖長什麼 看來 訂閱 感谢观看